過去通膨之前都通膨 現在你會發現有一邊通膨 有一邊通縮 西山飄移西山東山傾 這個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景象 但是中國未來的變數是非常大的 那這一點我想 宋興兄來跟大家好好再說明一下 我說明一下 其實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經濟戰跟金融戰 是沒有斷過 實際上我很早就預測是說 美國一定會逮到機會 趕快升息 升業高 所以你現在看得出來 其實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 他其實大水漫灌 基於一直在降準 或者是說釋放出更多的流動性進去 可是都沒有用 但美國是在升息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稀差或利差之間 就導致資金會外流 更何況不是只有我們怕戰爭 老公自己也怕對不對 所以自己的人錢跑得比誰都還快 所以我們再看 他現在面臨一個大問題 他過去這幾十年的經濟歧視 其實只有一個秘密 債務 就不斷的花債 他現在公開的債務 大概是說GDP的兩百五十到兩百九十之間 可是我們在投行裡面估計可能是三百五十 那換計畫說 如果你去看的話 發現一件事情 他其實他這是不可持續 你怎麼去還呢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看這一張就知道 他目前在這個利息支出裡面 佔的比重有多高 也就是說 目前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都藏起來 所以在你們地方去發 還有地方融資平台 可是目前所有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赤字 而且裡面有一個省 像貴州 基本上可能已經破產了 他說中央政府你不救我不行 還有黑龍家 還有好幾個 所以我跟陳陸來講 他目前地方在過去這種動態清零的期間裡面的大白的支出 其他支出 基本上把他們搞得差不多了 那現在外資又剛好撤退 剛好美國升息 這一連串的動作下來 其實就是標準的金融戰 如果再看一下 美國現在又把中國的這些概念股 全部把它趕出去了 那這樣中國市場怎麼去吸收 那那些人又沒有辦法取得西方資金 然後你又把科技鍛鍊 所以這個是全面的一個作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習近平他可能對外當然可以講很話 必須要這樣對內才能夠引到同意 但是實際上 他的數字沒有辦法支撐 我們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建築業的泡沫 破的那麼嚴重 對不對 他基本上前一百大裡面 有的是家 剩下是國營 大概有一半是倒了 對 但是還不能倒 最大十大都不敢讓他倒 只掛在帳上 那銀行怎麼去放款 我這個是再給大家補充一下 地方政府基本基礎建設都靠他們 他現在的支出也是 基礎建設你看 每一個省的支出裡面 赤字占的比重有多高 也就是很現實來講 你要吹泡泡一直吹 吹到有一天你總是要破掉 那這個負債到一定程度 所以為什麼說中國今年突然之間 說我們開放政策不變 他需要錢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外資在撤 自己的錢也在走 如果沒有這些資金 沒有工作機會的話 他經濟沒辦法支撐 出口出口不行 對不對 我們比數字 那你如果消費 消費就是最必要是 大家已經都沒有信心了 那你只剩下地方的國企 在做基建 請問一下他基建有什麼好做 他說不定他的高鐵 又是第一個破產的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看起來的話 你要看到現實就知道 是說這種用債務 吹起來的泡沫 就跟在沙洲上 築建築物一樣 不可能持續 美國的經濟作戰是很強的 是好幾個部會一起 在聯合作戰的 這他們看準了中國現在不行 所以最後兩岸之間 有沒有武裝衝突 我認為是不太可能有了 在俄乎戰爭之後 是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經濟 到目前為止 美國是趁機會打 那我會估計是說 可能未來歐盟這邊 包括這個人民幣國計劃 歐盟最後還是會支持美國 他們一長久來就是一條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中國的經濟的展望 還是要保守比較好 好 我想今天沒有時間 給康老師發揮了 下次我們再繼續深入討論 但是我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在過去很長時間 我們每次講到中國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 為什麼 過去三十年 中國是帶動世界經濟 成長很重要的動能 現在他是可能反向 變成拖累經濟 非常重要的一個 另外一隻腳 這個一下去 我相信這是一個漫長的調整 剛剛陳博士 其實你提供的這些 我們用數字來說話的時候 你就知道後面是非常慘烈的 那剛才也特別提到 誰 臺灣怕戰爭 大陸更怕戰爭 為什麼 他們現在資金的外逃 移民的這個 那比臺灣不少多了幾百倍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一直在講 習近平如果知道 應該以民生養 讓中國休息 如果繼續在喊殺喊打 中國經濟會崩潰